通过王船搭建的过程 带领小朋友从中理解相关的科学知识 同时也能认识这充满魅力的庙宇文化 适逢三年一科的银王祭典将至 东龙公目前正进行赶制王船的作业 东港区域会幼儿园有感云生在东港 却无法让孩子了解自己的家乡故事相当可惜 因此结合户外活动及乡土科普等课程 筹办王船参访活动 让孩子从走访记录的过程中多元学习 我们不是用墙压式的 只是知识的灌输 就是让孩子很自然的了解 所以我们就是我们已经来了两次了 然后我们下个礼拜还会再过来 就是让孩子就是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 然后反复的看反复的看 让孩子很自然的探索 探索这一个 他们这些阿公他们是怎么样来呈现这个王船 我们就给孩子不一样的那个层面的认识 就是这样子 在多次的走访及记录后 小朋友们都能念出王船制作的基本构造极功法 戴德老师强调 透过一次次的参访 不仅能提升孩子们的相关知识 也能亲近家乡文化 妙峰表示欢迎在地学职踪跃到访参观 了解家乡特色及宗教文化魅力 而近期东龙宫也将会举行王船龙骨的开府仪式 而安龙骨的宿建日期已确定在3月25号 虽然比上科晚了近两个月才动工 但地方早已引尽期盼 评论是我们会听于相识采访报道